首先我是Tina的章的家长 然后呢 我女儿是Tina的章 她是2010年夏天 她进入海德学期的 然后呢 她是在今年毕业 她非常幸运她能考进那个伯克里 这是我们刚才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里 首先我先感谢 老老校长 博博校长 副校长 还有很多的老师们 在这三年的学习当中呢 我女儿给我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女儿也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首先 我觉得这个 我女儿呢 她以前在上海 她是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小女孩 很害羞 不爱好运动 然后呢 在这里三年时间里面呢 她现在也喜欢运动了 她现在是这里的 足球队的高级队的队员 然后身体也非常棒 以前在国内走路 或者跑一千米什么都很累 她现在随便跑一万五千米都无所谓的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然后呢 我觉得 我们女儿到这所学校读书呢 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决定 然后呢 为什么她这样说呢 因为这所学校 她在给我们一个很安全上的保障 她是一个 这个地方是非常名副 非常淳朴 然后呢 就是说 老师也非常关心 管理非常严格的事情 我觉得 在这里 就是说你选这个学校 安全上是没有很何故之忧的 你这么理解的是什么 我 我就觉得我们家长的感受啊 就是我觉得这里的老师呢 他都是真心的付出 都是把自己的真心付出给孩子 在国内我想你是享受不到这种感觉的 就是我建议如果你的孩子在海德读书的话 我希望你有空 可以到海德来加入他们这个大家庭 来看看他们学校的老师是什么真心对待孩子的 我补充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觉得 海德他有个孝训 就是在他非常注重在性格上的这种培养 我觉得他这个不是那个就是空谈 他确实做到这一点 他说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可以在成绩上 你的学习上可以差一点 但是肯定他是一个性格上是没有 或者说是有基本上是没缺陷的人 海德在这性格上的这种 给他这种机会锻炼我觉得很好 我记得我女人她是以前非常的不满意学校的这种 每天早晨的这种开会 成会 还有就是老师盯着学生 在课堂上发言 就是说让他就是无时无刻 让他要自己感觉到 你要处在这个 主动地去和同学交流 主动地去学习 自己去探讨学学上的事情 和我们国内是完全不一样 国内是老师盯着你 让你家长盯着你 让你去学习 然后你感到压力很大 在这里呢 你就是 是你自己就要去学习 自己就要去学会挑战 我想这个今后对他在大学的学习 在社会上的这种 生活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他们讲究的是团队 团队精神 总结起来 我说我女儿在这里有几点 我可以的 第一点 身体是非常棒 第二点 性格上她有着很大的提高 然后呢 学习上她会找到一种方法 不是家长老师盯着她去学 然后她自己会找资料 和老师去concession去谈 我觉得这是最棒的 好 像记得十三点 谢谢大家